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老師 今天非常特別 今天有司機啦 因為這很多網友看到 小老師邊開車邊開場 就說叫小老師小心不要當三寶 今天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任務 因為小老師要在後座 準備我們的 就是等一下在台上要發表的稿 要Rehearsal一下 又要叫我上台說話了 所以我非常緊張 就是有別於一般的這種課程的感覺 所以今天要去哪邊 今天要不要去遠氣 遠氣飯店的B1 反正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發表會 畫面帶到你就知道是什麼發表會 我們不要在這邊先破大家梗 Let's go 到底是什麼樣的發表會呢 辦在這麼重要的地方 OK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是來參加 由萬代TAMACHI NATION 新產品的發表會 MACHI NATION 其實一直在陳列這一塊非常用心 我們可以從展櫃看 你看它的展櫃 我們這次來特別就是發表的全新的 鋼彈Uliverse 鋼彈Uliverse 全新的鋼彈Uliverse這個系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15公分高的高度 然後它重新設定了鋼彈 鋼彈模型上面的一些機械設定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我們從原主鋼彈看 它其實腳掌刻意的特別大 我剛剛其實有把玩過 我發現它其實非常有量感 它在重量上面配比做得非常好 一般玩家你可以買回去做 把玩調整 那如果你是高階玩家 你做一些特效效果 舊話戰術或什麼 哇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素材 那特別在這邊講 它第一彈在今年6月發售 跨越三個世代 最原始的i7-8 然後再來第二個Level 就是W系列的飛翼鋼彈 然後再來就是最新世代的 獨角獸鋼彈 今天在發表會又特別露出 因為其實第一彈這幾天 陸續有一些消息 那我們這邊又有特別露出的 最新最新的巴巴多斯 就是我們的獵魔鋼彈 然後還有獨角獸2號機寶藏女孩 然後還一樣呼應前面第一彈的 W飛翼鋼彈的死神鋼彈 就是死神跟飛翼的對決 其實獵魔蠻像HIRM的那種味道 有稍微重新設定過 比例差很多 對 非常用心 就是在肩膀的感覺亂撞 其實我比較想要去偷看其他區域 好 低血 對 或是 好 是不是 非常地爵 很白一 第一次耶 人生第一次 我上次 不是第二次 我上次人生總台拍的就是結婚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再看到 他將近快20個可動的關節 所以他可以擺出非常多經典的動作 就是在動畫中的名場面 或是玩家想怎麼擺都非常隨意所欲 請結幕 好的 那我相信現場媒體朋友 大家也需要我們小偉的裹照對不對 所以不好意思要先委屈一下蕎老師 對不對 我們右邊兩部請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買這些玩具啊 模型啊 每一隻不是都長一樣 就如果我阿嬤來看的話 他都會覺得每一隻都長一樣 為什麼要買 但對我們來說其實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不一樣 就像我跟他說 公園的阿嬤也都不一樣 對啊 乍看好像一樣 嗨 今天很榮幸讓鬼哥上我們的YouTube 老師好 其實這是我們第二次了 對 第二次 我記得我記得 我們之前做一個那個女僕 我記得我記得 之前在酷吧 好久了喔 算成四年前 是那個我是做那個 一個吉翁客吧 其實整個系列我們做了非常多藝人 然後其實大家要嘛都選薩克 要嘛都選鋼彈 就你選那一個角色 然後那時候我們收到這個訊息 覺得哇 好有眼光 眼光跟人家不太一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鋼彈裡面呢 都會比較喜歡偏門一點的角色 我覺得吉翁客我很喜歡他的形狀 他的形狀很經典 對 所以說他的那個裙甲呢 就剛好就很像裙子嘛 不是我用 不是你用 我請人家 專門請一個女僕 你可以幫我車一件 因為我不懂他怎麼車 那個做得很屌 對 我請他幫我特製一件衣服 他到現在還陳列在我家的玩具櫃裡面 我非常的喜歡 我真的覺得很屌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你看 沒人要問我 那我們來做個Ending吧 其實今天我覺得非常緊張 就是完成了人生第一場 這種記者發表會 今天就看到了 今天全新的TAMASHI NATION 很多的新品發表 是非常期待 後面會有更多更多的開箱 或是更多的影片資訊 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點擊一下蛋 那乔老師的模型VLOG 下次見囉 掰掰 鋼彈UNIVERSE 鋼彈UNIVERSE UNIVERSE UNIVERSE 往下按就這樣講就好 鋼彈UNIVERSE 在一起 UNIVERSE UNIVERSE 還錯 鋼彈UNIVERSE 這個記者 小時候不讀英文 長大就尷尬 鋼彈UNIVERSE